我们以后会定期的开这些 肯定不能以下开两天啊几天的课 我们可能会做这种每个周末做半天的课程 就是半天会比如说这一次半天 我们会做主题冥想 比如做烛光冥想啊什么的 然后下一次我们也会分享禅修的部分 就是在做一天禅修的主题 教会大家怎么样去进行去禅修去打坐 然后怎么样去观自己的书心 去连接自己的内戴 然后怎么样去保持觉知觉 也是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去讨论 就是反正成长的过程 我觉得当你要是没有接触这样子的东西 你一旦接触了 一会儿就觉得哦 我简直像个小白痴 哦我们什么都不懂 而且好多东西都需要去学啊这样子 大家过去人不饿了 加油要远 大家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们继续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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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